梦想很奇怪 这几乎和人称年胜利时做的梦一样 到底是什么征兆呢 当天出现了一个梦想的神人 教会了我 这样做会赢得很大 这样做会输 在侵犯 一起呐喊 追上去开炮 其声音震动了大海和山 并且建议像雨点一样射出 把底将马底时的尸体直接给卧军砍 他们的气势大大折扣 终于击溃了三十艘卧船 为此所有的卧军逃跑了 而且 再也没有接近过朝鲜的水军 大家好 我叫金世军 我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李圣城将军所撰写的乱众乐记 1952年4月的第一天 日本用新式不强武装侵略了朝鲜 在新式武器面前 朝鲜开始被占领 连败不断 但是在海上却不同 在生死教徒的战斗现场 李圣城将军创下了 23战23上的海战史上 十全力的记录 守护了朝鲜 最终日本的朝鲜侵略 已失败告终 把我比作尼尔森是可能的 但比作李圣城是负担不起的 如果李圣城拥有我的舰队 那么他将统治世界 在被称为中国万力之逆的人城窝乱战争期间 统帅当时朝鲜水军的李圣城将军 足足有七年间几乎每天 并且在洛亮海战战事的前两天为止 记录了日记 这就是乱中日记 由于将军西之周到的性格 乱中日记不仅记录了当时的战斗情况 天气 地形 百姓的生活 还正式地记录了将军个人的想法 烦恼 做的梦等 可见将军取得的业绩不是单纯靠运气 而是靠缜密的战略和战术 对人群窝乱战战史料中 关于日战的资料很丰富 而关于海战的资料只有乱中日记 从这个角度来看 乱中日记是研究包括 当时东亚国际巨事 和军事矛盾在内的世界史的重要资料 特别是对被称为世界最早张照船 归程的记录和战术 也吸引战争史研究者的关注 这种价值值得认可 乱中日记于1962年 被指定为韩国狗包76号 2013年 还被列入联合国交口文组织世界记录遗产 得益于乱中日记 现在李盛城的生活 以书 电影 游戏 演出为素材 得到了多种发展 给我们带来了教训和希望 以为机位机遇 以恐惧为勇气 他成为英雄 甚深地留在我们的心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